大家好 在今天天氣形態來說 中午的時候中部以北悶熱 南部地區的雲層量多 但整個低壓帶的雲系發展 在今天已經明顯的減少了 所以在這中部以北的朋友 就會感覺到溫度狀況 比昨天還要再更高了 而天氣形態來說 明天的天氣會比今天 再更為穩定 那我們就要來告訴大家 要注意的事情了 第一個 一大早出門去 防曬工作不能少 早上的8點以後開始 陽光的部分在中部以北 就會開始偏強 所以戶外活動的朋友 防曬不可少 但到了中午 溫度形態來說 大約從11點以後開始 就是一個偏於悶熱的感覺 今天的台北34度 明天的台北35度 溫度形態來說 比今天再更熱一些 戶外活動記得補充水分 但是到了下午以後 要注意的就是在於說 午後真雨的狀況 山區的部分有平地的部分是局部性的 在山區容易有濃霧的狀況 山區活動的朋友要注意了 不過到了晚上的時候 南部的朋友仍然有些零星的 江雨狀況 因為最主要就在於說 南邊的水氣仍然會影響到 高雄 屏東 還有台東三個地方 零星的短暫雨是偶爾下一點雨 但太平洋高壓勢力 正在逐漸的往西的方向伸展 炎熱的感覺會變得更為明顯 等到了這個週休假期 如果你要安排活動的話 對了 農曆七月出去安排活動 還是要凡事小心 晴朗的天氣 防曬跟補充水分 兩件事情不能少 我們先來看看 今天的江雨狀況 從雨量圖上就可以很明顯看得到 南台灣有雨 另外一個是中台灣有雨 這個雨是中午以後發起來的 南台灣的雨是早上的時候 雲層進來造成的江雨狀況 白天的時候 整個南部地區的南高坪 還有相對的在台東地區 都是雲量比較偏多一些 而中部以北陽光露臉 所以在今天的北部地區的高溫 就到達了34度的高溫了 接著我們就來看看 現在最新的雷達 雷達上面先來注意到 雲層的發展 剛剛我提到在中部地區 彰化這邊的降雨 跟雲林的降雨 就是這個對流雲層 正在逐漸消散 所以它從山邊下到了陸平原 再來往海邊部分下過去了 南部地區的恆春半島 現在這個時候 在恆春遊玩的朋友 你會感覺到雲層仍然偏多 因為有些雲帶的進入 仍然持續造成一些降雨的狀況 在恆春半島出現 我們的整體天氣形態來說 從這張真實色彩雲圖當中 更可以明顯看得到 第一個 先看雲層 這個地方是個大的低壓帶 低壓的雲層 正在逐漸的往大陸的方向移動 我們的東邊 這個晴朗的區塊 這裡是太平洋高壓的範圍 高壓勢力在犧牲 所以今天的南北天氣不相同 北部陽光露臉 南部地區雲多有短暫雨 就是因為高壓勢力 還沒整個伸展到 我們台灣上空 但你可以注意 南海這個區塊 從菲律賓的西邊的南海 到我們太平島 一直到達海南島 這個區塊就是一個 大的低壓帶的區域了 這個區域 在未來的幾天到下週的時候 就會有些熱帶擾動系統 有可能在這個地方再度的出現 接著來看到衛星了 衛星上面先來注意到高壓 高壓勢力正在逐漸的伸展 低壓的系統的雲帶 正在逐漸往大陸的方向移動 所以我們的水氣發展 在今天晚上 還是有些雲帶進來 而造成恆春半島有增雨的狀況 就是跟這個雲層有關 接著來看到地面天氣圖了 地面圖上可以看到 目前來看這個高壓一犧牲之下 從禮拜四開始 一直到下個禮拜三 或是週四的時候 都是高壓比較偏強的狀況 這個低壓系統 會逐漸的往大陸的方向 就開始逐漸的移動進去 我剛剛有提到說 在南海這個地方 這裡可以注意到 從菲律賓的東邊部分有低壓帶 到菲律賓的西邊的南海 這裡也有低壓 未來這些低壓系統 它會比較沿著高壓邊緣的南緣 逐漸往呂宋島通過 但等到了下週一到週二的時候 在這個區域來說的低壓 它就有機會開始要發展了 不過發展之後 因為太平洋高壓勢力 那時候在我們台灣的上空 所以這個低壓系統 未來的走向來說 它就會即使發展了 也會往海南島 或者是往廣東的方向走 這個機會是比較偏大的 所以下個禮拜在這個地方 如果有系統在下週二到下週三 即使伸展起來的話 整個系統也是往大陸的方向 移動的機率來說是比較偏高的 我們太平洋高壓的籠罩 晴朗穩定的好天氣之下 小心別中暑了 溫度型態來說 在明天開始 悶熱的感覺會變得更為明顯 接著週休假期出遊去的話 就要特別注意防曬跟補充水分 我們就來看溫度了 先來注意到晚上的溫度舒適 白天的高溫部分34 35度 我和鎮宇在北部地區都有機會發展 山區的部分多 平地的部分少 中部地區的話 雲層亮來說早上有陽光 中午以後雲亮多 下午的時候山區有濃霧 南投 嘉義 雅宇雲 都容易會有Sapaho出現 南部地區仍然雲層多 零星的短暫雨 這雨量不大了 只有零星的降雨了 而東半部地區的降雨狀況來說 都要逐漸地轉晴 溫度型態來說 也隨著陽光照射而上升 外島地區倒是在金門跟澎湖 受到低壓影響 雲層量偏多 未來一個禮拜我們可以注意到 禮拜四開始天氣在好轉 禮拜五以後都是午後正雨的天氣 這樣的天氣可以持續有 一個禮拜以上的時間 但高溫的部分有沒有注意到 都在34到35度 外島地區來說 天氣開始好轉之下 到了這個週休假期 都算比較穩定 只有澎湖有些零星降雨 但下週二 週三之後 澎湖這邊倒是海面上 會有些雲層的影響 所以澎湖雲量仍然比較偏多 小滴你兩件事情要提醒 悶熱 記得戶外活動多喝水 山區有塞巴喉 有霧 下午山區下午